那現在我們的Webinar可以是 我非常開設了 今天又有免許介紹 那我是Grawi 那就是Grawi的 歡迎大家參加今天的Webinar 我們說的產品就是Pierco Series的 另一份人呢 我的同事一起來 都會在這裏幫我們講解這個產品的 這個Pierco Series是甚麼呢 是甚麼成功的呢 其實是一個專門AEC 業界用的一個 E-learning System 網上的訓練 或者是學習的平台 而且都會有一個加強的功能 就是你在一個網上的平台裏 可以分享你們公司的資料 所以都是一個PMS的 首先我們說過產品之前 用來很快的介紹我們Pierco Series 希望大家都看到我們公司有少許認識 那其實我們都在業界都27年了 已經是由初停我們做CAD 這些的Modeling的產品 到我們現在都很專注去做以ABC-related的產品 都在我們八月十五年前到 我都開始是去 去provide一個BIN的Service 那也算是香港的一個早期行鞭的公司來的了 我們公司有三大業務 第一個就是做一個BIN的Solution 例如大家可能都認識我們 我們是AutoDesk的自己一個 一個很大的ReSeller 另外我們是有自己的Pierco Team 那就會是可以好像今天這樣做一個Piersell 去介紹一些產品之外 亦都可以幫助客人做一些培訓 一些Pierco Support 又或者如果有些客人對於有些要求 他們不太熟悉 有些什麼想法可以幫助他們 我們會介紹一下 或者是不夠用的 要用一些Customization的 我們都可以幫助一些 一些Pierco Cut-in 或者Dynamic Program 去令他們彈他們的流程 或者做他們特別工種用 而最後呢 我們有自己的In-House的BIN Project Team 大家歡迎到一些Out-Source的BIN工作 也都可以用我們看看 這就是我們現在比較普遍的 去推介的BIN Project Team 我們都是一些香港的售權 或者獨家的經銷商 如果你有興趣的 或者想買一找 之後都記得可以找回我們 而今天說回我們的主角 就是Pierco Series 我們剛才也看到一些影片 可能也有一點印象 大家可以知道這個 是一個網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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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2006年已經十多年前的歷史 所以就說回香港 可能不是太多人聽過 但是世界上 美國那邊 因為是美國公司 其實都挺受歡迎 一些大的公司都在用 現在已經是超過20萬的用家 也都本身呢 Pierco Series 跟Autodesk的合作也都很感密的 他們幫忙在做 Autodesk的建築網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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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知道為什麼 如果你是用Autodesk的Port 的話 Pierco Series 都很適合他們用的 好了 在這個送話池那裡 究竟對我們這個電子公司 去培訓我們的員工 有什麼影響呢 首先第一件事 就是整個模特兒研究 以前用Autocam 或者2D的組織 現在就算會行BIM 3D 變成你整個 知識或者你的項目的 全程的方法都不同了 所以其實很多人 在公司和同事都要做一個相對應的訓練 才可以配合新的工作 所以我們今天說 Pierco Series 有三大好事可以幫助他們做 首先第一個 這個就是持續的 持續的相收 因為其實你有時候很多同事入職 他當然不會一張大紙 他有背景本身的知識 但你去到哪一個程度 未必會同事一樣的 所以Pierco Series 你去到哪一個工作 都會有不同的項目 你可以跟你的同事 可以讓個人的需要自己 配合進去 或者是自身 學一些東西 也都會有很多時間 這個月間 Turnal rate 都很高 所以你去到哪一個要求 如果你有一個系統的東西 可以幫助你 那應該會幫助你 公司的附送會有很大的幫助 另外就是 它是一個的 保存公司的知識 或者資產 都可以幫助到 它是一個網絡的網絡 有一個無限的數據 可以上載 那你就不派一些經驗的同事 你去到哪一個公司 然後那些東西 都要找到它 或者它才比較熟 那這個 這個 就能幫助你 有些東西 能不能保持好它 那另外就是 那些同事還不太熟 你都不用找一個 很有經驗的同事 去妨礙她做事 她只要教人 那當然 如果你說可以 大家同事的 學多了東西 找的又快了 那當然 你都可以幫到你公司的 那個 生產力 都會提升很多 那就是 那就是 講一下 生產力 長一點 這個 詞書 進修 那邊 PXL點光 有些數據 給大家看 也會有很多 公司的朋友 裡面的工作人員 也會有很多 他們覺得 公司要給他 這個培訓 很重要 當然這個是國外的 調查 那另外一些 村民的製作 都覺得 其實 有4% 都很花時間 去訓練她的同事 那你都覺得 有51% 一步 就會覺得 一個香港 是同事的 知識未夠 去做她的新工作 那所以其實 PXL點光 可以給一個 很系統的 平台 給大家 陪伴的同事 尤其是有資深 同事入職的 除了可以看看她的 不同的 軟件 軟件 那一個 好之外 亦都可以 連於公司 發出一些東西 都可以給她看 那尤其是 好像這樣 譬如你學 Excel 應該不會沒有人 是說不會用Excel 完全不懂 但是問題是 她學識到多少 那你真是很難做 做過大配教 那如果你有一個 拆開了不同的 題目的一個 的 一個 資訊給她 自己的需要學 的話 那你實際的 有很多 那你都可以 訓練得快些 和比較實際的 去訓練她 那另外 第二個 Piacosi 幫你利用那個 是Loin's Capture 和Chairing 那也有些 是 知道寫班 那就是 5億人 5億一千萬 那就是 覺得 500%公司 覺得公司 的 sharing system 不夠好 讓你 浪費了錢 那另外也有 74% 人們的運動 覺得有一個 Efficient 的 KMS 都可以提升公司的 生產力 那所以 一陣間 我們都會做一些 示範給你的 那Piacosi 為什麼我會推薦 就是它是高度 自動性 可以讓你去 增加你自己的 傳統內容 或者怎樣把你的 交易 進去 所以 真的會比較適合 不同公司 那另外 最後一個好處 那當然 剛才也是 我 前面那兩個做得好的 事情 同事可以 好好培訓 也都會有個好地方 找到公司的 那另外就是 Piacosi 它那個 搜尋 也很常見的 當然要把很多資料 進去Piacosi 那你怎麼搜尋出來 那它那個搜尋 你待會都會 展示給你看 你可以 譬如我做一個 工作 譬如我想畫 她說 我不太確定 怎樣畫 那些 其實她做一個搜尋 出來 就有很多 關鍵 在Piacosi 那裡 這些內容 不是你 Google 審查回來 不知道是否正確的 內容 它全部都是在Piacosi 做的內容 都是跟AVC 裏面的製作 進去 整理大家 所以這個也是 當同事不懂得做 可以馬上找到 他的答案的話 新生力也會提升 是可以做的 是可以做的 那 那 以下 我就 再給Dicky 幫我們做一個 Dialine 我之前 我就想再給你 多些印象 這裏Piacosi 那我就會 幫忙 展示 那個 UI給大家 那你見到這個是一個 的 你見到我們 就是 那個網子 登入 就已經是一個 那如果 那些公司 標誌 你當然可以自訂 那我準備 在單裏 有些什麼 給你們看 其實左手邊 會有一個 非常豐富的 那當然 我們 有了全部的 那 那 那 就 那 那 就 這裏 整個AVC 有的 產品 都會有這個 做到 那 那 那 另外 除了 軟體 內容 之外 都有 一些 標準 資料 例如 一些 做 business management 方法 可以給 有些 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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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做 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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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 有些 新的 成績 按照 做 其他 成績 成績 當然可以根據你自己在左邊,自己學習,自己學習,自己學習,沒有問題 給了錢,同事肯學,是非常之風雲的 但這裏也有一個My Courses,如果我自己Picture,或者我的Head,或者我的團隊同時提供給我 我都會在這裏看到,知道我自己要學什麼東西,都會有些target,或者我現在做運動是怎樣的 如果自己的公司都會有自己內部的培訓,你都可以利用它的Live Event,將它的內容放在這裏 然後去到右手邊,Picture Series裡,有了自己的資料,上面有我們的橋樓 然後中間就是賣Asset,其實是一個報告來的,當自己覺得有用的東西,可以儲存在這方面的創作給你去找 而後面的trending,就像你Google那樣搜尋,知道你自己公司拿的 你搜尋了什麼,以後有很多人去找Legest Word 那你都要看自己是不是要跟大舉,可以更新一下 那下面還有一個Download Add-on 就有些,我選擇一些,譬如1s version,或者2s,可以使用 好,我現在去交時間給Dicky去做一個Live Event 詳細說一下每一個的公司,謝謝 好,謝謝Gory 我們先會在兩個角色去看看我們可以怎樣用這個Pinnacle Series 我們先會在,先看作為Manager你可以怎樣去管理這個平台 之外我們再看你的同事作為User可以怎樣去,即是在這個頻道上去學東西 怎樣去分享到GCM的同事看 我們先看你作為Manager,那你需要去Download一個Software 在我們剛剛有最右下角就看到有一個Manager Fund 你下載了下來,你就會見到它可以分,它一共分為了六個功能 其實你主要可以再分為三大類的 第一類就是你去管理上面的學習之餘,就是Manager Content 然後你可以做一些行政的程序,即是你幫你的同事Register上去平台 還有一些Report可以看的 所以先看你可以怎樣去整理你的教材 我們在這個Manager Content上按進去 這個電腦上面可以分了不同的類類 Document、Video、Learning Path,這些類類的 那如果現在你要去Upload你公司用的一份Pinnacle上去 那你有三個方法去做到的 第一個方法就是Import Documents 就是你本身有一份Locs是forRefit的Pinnacle 你可以直接在這裡上去的平台給你的同事看 你看到我按完OK 你可以立刻在這個版面上看到一份Document 放在平台上面 看到它已經存在 你會看到了 然後你再看看有第二個再方便的方法就是 可能你都本身不是沒有那份Trillion Notes的 但你看到平台上面有份Locs都適用了 那你可以按New from Public Documents 你就可以直接在這個平台上面 那些Document你拿回來 你可以去送付你拿完下來之後自己Edit都還可以的 那它出了一個Windows 你會看到它已經跟回不同的軟件 跟回不同的典型 跟回不同的典型 都已經分類這樣讓你去找回 那你就找回之前看對了哪份Document的 那你就可以選回它 那選完就OK 那同樣你可以在這裡看到那份Document的 可能如果你想要Modify 你拿到一支原本來按一下它 那它會有Windows在這裡 那這個介面和你想自己 從頭開始打一份Document 都是同一個介面的 那你除了打名字之外 你還可以highlight 這個是用哪一個Product 例如你公司是用2025年Version 那你就可以按按按鈕 然後中間就是內容 那同樣講到這個Document Toolset 其實它是一個比較特別的Add-in 在路徑 你可以在上面去開一些圖案 或者你可以去 用一個hyperlink的形式 找回一些AutoCAD CLE3D Version的 command 都可以的 例如這個Tools 它就是想開回Version 然後再開回Version 然後再開回Version 去結合3Dfill 的一個command 然後它同時開回 熱面就看到這個hyperlink 在這裡 同時按一下 就會幫你開回Version software裡面 3Dfill 這個command 那你一會兒 會再看看 解釋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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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你去 拋錄了 那份Document 你也可以在旁邊 那裡 你去做一些Folder 可以製造 其他的解釋 解釋一下 解釋一下 方便你去管理 去修理 你怎樣做 新的位置呢 我們先去Custom Folder 然後再按New 然後再按Folder 就可以開回 GIF Folder 就好像在Windows 去做Folder 一樣的 那你看完Document 我們就再看看Videos 那你想上載Videos 唯一一個方法就是 你自己拍好一段片 之後上載上去 例如你剛剛拍了一段片 是關於怎樣用Pedical Series 就打回名字 Pedical Series Skyline 然後你就可以選擇 這個產品 如果你的同事可能 知道這段片 他怎樣知道 這段片是關於哪一支 軟件 你就可以選擇 一個方便的同事 你去開一支軟件 然後記得要按 用Pedical Storage 你按完這個 再按Upload 那就是你可以把這段片 上載上去 它的一個 雲端的儲存系統 那不用擔心 會不會那些片 很大容量 會爆了壓 其實是沒有這個 容量限制的 他如果你想上載 多少條片上去 都沒有問題的 然後你上載上去之後 那你的同事 就不一定 就是可能你同事 在用另一個器材 是不能用到公司伺服器的 那他現在上載上雲端平台 那你同事就直接在 圖上去 去接觸你的片 另外你剛剛 都按了自動 就是可以 他都幫你自動 把你的片 翻譯做 超過60鐘 寓意的字幕 可以讓你同事之後 看回這些字幕 同一個Botmark 功能就是可以 你看書有個書籤 就這樣 例如你想入面 加一段 是關於Portal UI 然後你再設定時間 中間 第二分鐘的位置 那其他方面 同事之後 可以在網上 都同樣看到Portal UI 的一鍵 按一下就直接 影片跳到兩分鐘的位置 那其他方面 可能如果這條片很長 整個鐘那麼長 但是你同事 可能只是想看中間一段 那他可以直接 跳到中間的位置 就不用浪費時間 那你同樣 那你同樣 你銷售 買了影片 銷售全部 那你再按 OK 那這條片 就會直接 放在 幫你上載到 平台上 那你整齊了 那你整齊了 那你怎樣 把它真的 綜合起來 成為一個 course 給你同事 讀書去讀呢 那就是Learning Path 然後 一個folder 放著綠色的 icon 就有不同的Learning Path 如果是同事去行一條 學習的路 這樣去看 有無條 path 裏面 還有紫色這些icon 就是一個個的 course 那來我們看一下 Google邊 這個Learning Path 你會看到下面有幾個不同的Learning Path 在右邊的界面 也會看到 有ISO1960 有些Documentation 這些 course 然後我們再看 另一個 course 裏面就是 Document Videos 都在所有 course 裏面 你會看到 開頭有兩個video 之後還有些 Document 一直下去 然後最底下 也有個quiz 可以幫你的同事 找回書 如果你想去組一個新的 course 然後按new 之後再按cost 就可以了 都是一個好類似的介面 你也是可以打發名 例如我們剛剛放了一條片 關於Pinnacle Series 怎樣使用 我們可以現在做一個 course 就是Pinnacle Series Skyline 然後我們可以再選一個產品 在下面按ok 這個 course 之後就會放了 兩種客氣入圍 然後就可以再放回我們剛剛的影片 上面 我們剛剛按了add 然後我們去回video 那個位置 你會看到我們剛剛Pinnacle Series 你會看到 平台上有其他影片 都適合用 當然不用自己再拍一次 你就可以在這裏 找回那條片出來 你會看到他很有系統 找回不同topic 你會看到他跟著 都是一樣跟著不同software 不同典份的versions 你就可以找回那個topic 然後就選一條片 放進去 組織回你的learning path 組織回你的course 組織回你的同事 去給你的同事用 然後我們現在組織完 所有的course 組織 那怎樣可以讓你的同事 在用呢 先去講一下 怎樣去幫你的同事 在平台註冊 按 amministrator 這個list 就是你有哪些同事 已經在平台註冊 然後你想加新的同事 同樣打名 打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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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選一個group 可能他是新的同事 你按一個new staff 的group 方便你去進入管理 再按apply 你的同事 即時可以在平台登入了 然後怎樣可以把course 派給同事 我們再用另一個功能 就是這個learning path assignment 然後上面有一個叫做assign course 然後可以找回平台有的course 或者我們剛剛goobin send都撿了少少 那你都可以把它add下去 你可以一次個add幾個都沒問題的 給你一個learning path 裡面其中一個course 都是可以把它分開去派給你的同事 然後你就可以用一個整個group的形式 例如這個是想派給所有的同事 所以就不用逐個名字去按 你可以整個group的牌 給了某幾個同事 你想讓他再讀 你當然可以逐個同事的牌 兩個bygoo 和byfusion 都可以同事做的 然後你再按dual date 可以讓同事知道 大概要什麼時候完成這個course 然後讓他提醒你的同事 你再按finish 這個course就已經派給同事 然後他上回平台上去就可以看到了 還有第二個形式就是auto environment 那這個就更方便你 可能有些已經是pre-set了所有 每個進來新同事都要讀的 那你可以選一個group 然後你選一個course 然後你選一個course 那以後派的course 他就會平台自動幫你派 那你也是按Google Green Standard 再按OK 那以後你再把新的同事是註冊了 然後把它設定到這個group 那以後他做完 你不用再按任何東西 他都會自動登入去 Google Green Standard 的course 然後上面就是一個list 去和你講回 那些同事讀哪些course 你會看到名字 進度 當然你有另一個位置 方便 就是你看report的時候 可以更加方便你的 可以按learning report 那些course 就是關於同事 在enroll 那些course的情況 那它這個界面已經設計了 一個圖表 可以讓你很簡單的 就可以看到內容了 然後你可以設定一些事件 可能只是今年的內容 然後你見到 現在有22個同事讀中 一些course 可能你見到哪些course 是有同事讀中 又有幾個同事讀中 又有幾個同事讀中 你都是可以在圖表中看到的 你會看到 你會看到這裡 有幾個course 是同事enroll 但可能未開始讀的 數量都會給你一個sum 之後我們再看usage report 那這個有一點點不同 就是這個 第二個usage report 就是關於你同事用這個平台的情況 剛剛就是看同事用 讀的course的情況 這個就是一個sum 你的同事用這個平台 就是例如你可以見到 那些同事 他會搜尋這個平台裡面 搜尋什麼資料 那你可以見到 他已經展示了一個title 是這些同事會搜尋什麼資料 你可能這些同事 是沒有enroll 進入他的course 但他都看過裡面的內容 他同樣可以給你一些title 你看到的 另外這些report 也有一個比較方便的功能 就是可以幫你把內容 export出去 就是可能這些report 不只是你自己看 可能你想和你同事review 可能再和你上司 去交個表演的報告 給他知道這個平台 你同事用成的 你已經看到這個 按下export的按鍵 然後你可以同樣選擇 你喜歡的方法 pdf sl word document 都是可以的 然後你再按ok 那這個report 就會把export出來 讓你去用得到 或者去share 那你剛剛看過不同的朋友 派course 看看re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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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去幫你的同事 在平台上註冊 就是你作為manager 你去管理這個平台上 你會比較常用得到的功能 現在我們就回到網站上 看看你已經派了一些course 給你的同事了 那你同事可以在平台上用得到 如何在平台上學習呢 我們剛剛都去了這個網站 這個網站是你電腦啊 你電話啊 都可以access到 你打回網址就可以了 然後除了 他本身preload了的library 你都可以 公司你自己pre-set了內容 都可以 你開了一個 格子在這裏 然後你同事 enroll了的course 你可以在這裏找路 你可以這樣去 Netflix Word這個course 看看吧 左邊有兩個格子 然後你會看到有些片在這裏 同事到時可以進回一次 就在上面先 第一個course看完 再看下面 coordination.course 那在他看影片的時候 你會看到 他有很多不同方便 你同事去跟著進度的功能 例如你見到他 會 字幕讀到哪裏呢 就幫你highlight了他 幫你同事自己跟到啦 即使他的字幕剛剛講到 其實可以自動可以 上超過六十幾種語言的 包括在中文的字幕 都可以去你 在setting上面選擇 這樣就可以 轉得到去中文的了 如你都可以看到 旁邊 讀到哪裏字幕 都會自動幫你highlight了 那就可以 好方便你同事去讀的時候 就跟得到進步了 好方便 我們回到英文那邊 再看多一點 你會 我們再看完 後面 你要看到後面 就算我們 不是今次再按也是沒問題的 就可能你同事 之前已經學過 first work 的了 但他有些內容 不太記得 想去 run 回 同樣可以跟回自己的進度 即是他想看哪些 project scene 看完之後 想看前面幾段 都是可以跟回他自己 決定他自己的進度 好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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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就看看 你同事想自己 做一個 course 的時候 他的步驟是怎樣的 我們回到 home page 在旁邊 選擇 選擇 軟體 例如想選擇 BIM 360 去學的 然後選擇 軟體 然後再按 learning path 你會見到 一開始也有一個 去大概說一下 這個learning path 有什麼內容 很重要的就是 你同事看到 這個learning path 是60分鐘的 如果現在 剛好都大概 空到一小時 那他就可以 馬上去讀 他現在空不到 他就 plan 什麼時候 空到一小時 然後他可以 逐個 course 有什麼內容 他就看是否這些內容 真的適合他的 看回 沒問題 就上去 按enroll in all 那他就可以選擇 自己會不會有 一個dual date 給自己做提醒 之後再按 按 剛剛那個compete 他就已經 去enroll了這個 course 的了 然後 Home Page 就Bin Salon 這個 course 已經馬上出現了 那他就可以按進去 然後我們再說 一個comment 就是如果有些同事 是不想enroll a course 但是他就覺得某些內容 就是可能 整個 course 裡面一條片 他就好正 我很想先 那也有個方法 的 去選一條片 先吧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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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 這樣 可以看得到的 可能他看到這個流程 是想 bootmark 他 上面有一個icon 再按 share to my access 那 究竟呢 其實是Home Page 上面有回到MyMessage 這個位置 就好像你平時 搜尋上面想 將某些 的網站 bootmark 這個方法一樣 他也是按 他也是按 一條link 就可以去回這個 路面的了 這樣 方便你同時 可能將 上面的平台資源 去bootmark 的時候 就把他購買SS 還有他購買SS 還有第二個 功用型 就是你可以把它 下載到自己的 電腦 或者電話 那裡 他拿回 那些bots 想下載 哪幾個內容 之後 再按下載 然後 下載 下載了 可能他下載了 沒有wifi 或者他在車 他要先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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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app 之後 在平台上 就可以將上面資源下載 下載 他之後 不用wifi 也不用連上網 都可以看到內容 其實在這裏看 鑒面和他上網的 鑒面 鑒面 都是很相似的 跟別人有些 影片 還有些字幕 都可以在這裏看得到 那 我們先回到網站的Portal 那最後 和大家再講兩個feature 就是可能你同時已經用慣了這個平台 那他不就是去學一些Course 或者其他東西 可能會用不到呢 那 我們可以先講一下他怎樣去 例如說他在做 project 的時候 有些東西不會做 他怎樣可以搜尋到一些 item 去幫他找到怎樣做 那一個例子 你的同事 是可能他 用wifi 忘記了怎樣去 放一些filter 那就可以 去那裏打回filter 先 之後他搜尋 都有一些 可以讓你選擇 你用哪一款 product 例如wifi 用2019年版的 那他同時 在那裏做篩選 然後就找回 去看哪些 通常他如果不懂做這些東西的時候 會按wordflow 這個的格式 可以和大家講 Wifi的形式 是 Peter Courser 他比較精心去設計 是為了可以 step by step 一步一步 去教你的流程 怎樣做 你看到他中間有個流程圖 就可以讓你同事很清晰知道 第一步是這樣的 之後我們下一步是這樣的 就是用一個個 topic 去寫 說回那個step 是左邊的step 你左邊有個list 其實內容是一樣的 這裡有13.1至13.6 中間的圖都是由3.1到3.6 有方便你可能喜歡看流程圖 喜歡看記憶 你自己可以挑選看哪一邊 你按完之後 右邊就會去reflip 回內容的step 的步驟是怎樣的 剛剛說要下載 我們就按 show or high based on selection 你可以提回右邊的step 你看到他叫你先右邊的element 之後再按high and fill 那你就跟著這個step 逐步逐步 可能他另一個window 已經開啟reflip 然後就跟著他做 另外呢 有時候你會見到 中間有些hyperlink 我剛剛都說過 這些hyperlink 可以去推特其他的功能 就是這個hyperlink 可以幫你溫回reflip的command 你會見到 另一邊已經在開啟reflip 正在做事情 同時又看到這個step 有一個hyperlink 按一下 他不用再按其他東西 不用在reflip 做其他東西 他都會自動開啟reflip 這個window出來 這個方便 你可能有時候 你同事做事 最重要是快 可能有隻 真的有個command 沒有用過 不知道在哪個位置 你的同事按回reflip 這個方便你快 可以快一點去做 去跟回reflip 另外講起快 其實 Pinnacle series section 另一個feature 都是可以很快 幫你找到東西的 你先要去setting 他有個位置 叫commands in autodesk body 你再按Elefing 那同樣 它是 AutoCAD CO3D 有什麼東西都做到的 那就是你之後 再按item 會有一個window 送回Pinnacle series 上面有什麼平台 有什麼資源呢 都是這個功能相關 幫到你學 去解釋它怎麼用的 我們開開window 那你會見到 我們每按一顆按鈕 那上面window上面的東西 都會更新 然後可能你的同事 真的有些東西 不懂做 然後看到全片 它可以按回片 它就會幫你馬上開 Pinnacle series moving object 那條片的位置 那方面你同時 發現它馬上找回 就不用再回平台 再按 那最後我們再提一件 叫做workgroup 那workgroup 那workgroup呢 是方便你可以 好像平常上網 看的一些 website幾好 我想share 給一些fans share去whatsapp group 同樣功能 就即 我們按完 share to workgroup 我們回到home page 看看workgroup 找回那個workgroup 上面有個iPhone 同樣可以去到那個workgroup 你就不用回到home page 再按 我們剛剛share了一條 lifasquare的learning path 就見到它 立刻可以在workgroup 看回這條learning path 這方面可以把資源 share 回到其他同事 團隊的同事 或者project partner 都是可以的 而這個workgroup 不用admin身份 都可以開的 每一個同事 每一個用戶 都可以開的 而且數量是沒有限制 開一個都沒問題的 例如你project team 想開一個workgroup 那你就打回 可以打回 這個description 去講回 那個workgroup的purpose 是什麼 你想得到開一個workgroup 是 你自己project team 一些standard的 就按save 去開一個workgroup 之後你再按memor 就可以加回 你自己project team的同事 這個list 就是你同事 你已經在平台上註冊了的同事 如果你是整個workgroup 就像我們之前說的 你可以新同事 有一個workgroup 同樣在這裏開一個workgroup 也是可以的 如果你不單單是你公司同事 你都可以 去invite 旁邊 你的客家 或者partner公司的人 都可以的 你打回名 打回email 就算他沒有在用這個平台 他都可以不用付錢 不用再額留付錢 他都可以照進去這個workgroup 看到你share 所有資源 還有一個discussion的位置 可以有什麼討論 可能你同事 想有些內容加回 他都可以在這裏打回 discussion 湯面的溝通 就更加有效能 謝謝我們現在把整個成功 給高雄陽先 他再講多些新聞 好,謝謝Dicky 好快地封一回 他都會有什麼內容 剛才就講一講 Vehicle Series 有兩個discussion 的option 就是你可以 剛才所有你 看過示範的內容 有full feature 買Vehicle Series 可以找一個公司的e-learning 或者PMS 去使用 或者我簡單一點 我還想給同事 有機會可以去增長 他的知識 或者快點去學 autodust的東西 就可以把這個項目 叫LT版 在LT版裡面 有preloaded的 不是Learning Hunt 而是整個ADC的 內容 我們其實 包含最受歡迎 是autodust 整個ADC集團 都已經包了 例如有關相關的 Wubbin 你還可以做圖紙 的記者 AnsCAP 這些都會包含 已經preloaded的項目 有其他的品牌 還有其他的軟件 也有個內容 另外 剛才說 其實有很豐富的內容 有一個項目 在這個世代 要跟同事學習的模式 有些喜歡看影片 現在很流行看影片 很容易 這樣的話 有很豐富的影片 如果不是 我喜歡賣書 看東西 也有文件 也有文件 整個文件 有1800個 但是整個文件 有幾個項目 有一個項目 如何做不同的項目 你都會根據這個項目 去做 另外 自訂的內容 你都可以 支援不同的影片 文件 文件 Excel 是中文要好一點 然後 有一個很自由的 例子 給他選擇 你的文件 你還想學其他問題 你看文件 可以 總共有60個 這是第一個很快的 進行 就是選擇LT版 還有Full Version 所以 如果 你 一年 你 很快 你 好 最好 就是 我 提到 有一個 功能 可以 對 如此 是 有些 KPI 我要安排便可以在街上做些甚麼的訓練給他們 這個平台可以同時自己選擇 或者你選一些適合的內容給他們 另外,如果你說剛才的PLOAD那些不適合 我想MASK根據我那些人做的 你就可以跟自己加回自由穿襲 或者加自己的內容都可以 無限的人就不用理 另外有Wordbook的方面自己在地上溝通 最好就是AUTODAX的問題 它會有雙向的溝通 你可以下載到AUTODAX的訓練 你可以下載到AUTODAX的訓練 其實在WEFIT裡面有哪個IHON 或者卡利根 已經可以帶你去PLOAD相關的項目 因為有時候我們做的事 都可以開啟PLOADX的問題 或者是其他AUTODAX的問題 我立刻可以跟自己去到 PLOADX的訓練 這也是相對的 所以PLOADX的訓練 PLOADX的訓練 要做這個軟件 可以去PLOADX的訓練 另外 除了Online的內容 你也要看外 你也可以選擇 適合的東西 自己下載回來 慢慢學 所以這個訓練 有點大 再說回 如果不是我們 我們就上載了 如果是我們買的訓練 PLOADX的訓練 除了Online的 一年 你絕對在外面 我學個股 很簡單 One day Introduction course 也不止這個價錢 如果你有其他 Center Library 或其他PLOAD在海裡 都是交回幾百元 一年一個 一個User 就可以了 另外如果你是 如果有一個 Full Version的話 都會包含了 AutoGam Library 以及一些 Customize 的Future 和2,000元 一年 今天 有一個 很好的 Exclusive Offer 給大家 真正 就是給你們 今天參加的 Webinar的朋友 或者是登記了 我之後 就會再給你一個 連結 就會邀請到我們 Foreida的 網站那邊 我們已經是 剛才 這麼強勁的 Live 已經準備好了 讓你進去 逐步看來 試試的 這樣 我們也會送 很多東西給你的 反正 剛才好像 Static Learning Path 好像有一點複雜 要時間去處理 我們其實都在用這個 平台去做了兩個 Learning Path 一個是 一個是給哪個 一個是給哪個 的 一個是給哪個 就選擇 你應該要學的 知識 在這裡 這個比較容易 更容易 我會學完整個 整個 你會這樣 這個 我會開放 這條 的Learning Path 給大家看看 有興趣 你訂閱 多少 我都可以幫你 加入 那看看大家 有什麼問題 可以教育 我們 在這裡 可以跟大家 去講解一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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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找回你自己 我們附近你的同事都可以問你 我見到有一條問題 她說 她說,可不可以個 managers 在任何 extent 是可以的,那我們去回KQS看,同樣ManageContent這個位置去幫你們所有Documents、Video,我們剛剛也看過了,還有一個叫做Quiz的位置 那就是你可以去你自己設計一下Quiz給你的同事去做的,就是開用名,開用名,打回你In Production這個Quiz是關於什麼,然後你再按下問題,那它有不同類型,即是TrueFox,MC,FuelIntelC類型都有的,同樣可以自己設定內容 通常你可能不想自己設定,你會問會不會平台上有呢,其實都有的,那我們先去回一個Learning Path的圖片 那如果是它Preload平台上設定好的Course,那通常它準備都會有一個Quiz在的了,那你就可以去關於Learning Path的位置,就讓你同事去找書去看 好,謝謝 好,還有第二個問題 它說,Google Play會不會支援IOS和Android的 是可以的 忘了說,其實除了Barser,電話時開Barser也比較難看 你可以去到EdgeDol和Google Play 上加一個PierCode Series的App 可以直接在一個App裏面,一個比較實際得好的UI去用這個內容 或者是有其他問題,歡迎去發問 或者現在我們都可以出一個E-mail 你們可以記住去找我們 還有我們有一個問卷,你幫我填一填,很快 但當然有問題,可以繼續問 我看到有些人有一個問題來的 如果有一個朋友想知道Manager角色的話 可以知道Attendance和Join的Course 和Join的Course的Course 應該是想知道怎樣出到Course 有幾多人參加我 你可以再說 一時幫我填那個UCA report 對於UCA會用得很好用的 因為有時候 老闆或公司都知道同事 的training的時間是多少 你還可以知道 你會買到一個搜尋的搜尋 你會買到一個ROI 你會買到一個ROI 所以這就是一個好的 report給你 可以去找回UCA 如果你想知道現在的程 你會看到它有很多格 如果你想知道現在有幾個同事在E-mail的Course 你就可以按回UCA 你就可以按回UCA 這個位置 你可以看到In Progress 有幾個Course 在同事在讀中 或者可能Course 在同事在註冊中 可以在這個位置看到 所以你現在就不想到 那所以有什麼問題 現在想不到 之後就想到我們 我們還是稍後下星期 我們都會給你們的資訊 你有一個不適用的 隨時找我們 多謝大家今天時間去參加我類似的工作 希望大家覺得影片好像會幫到你們走 謝謝大家 拜拜